哈囉大家好我是OneGame群的花花 今天跟各位介紹的是M60A3 TTS M60A3是巴頓系列的最後一個量產型號 而TTS為坦克熱顯向椅Tank Thermosite的縮寫 在所有使用105毫米主炮的美系車中 除了IPM1和銀幣版的M1128裝備500毫米穿升的M9版 還有CCVL裝備395毫米穿升的M833外 其餘包含先前介紹過的M1愛布蘭和這次的主角 M60A3 TTS 都是裝備372毫米穿升的M774 APFSDS M774在現階段10.3的愛布蘭身上略顯不足 但面對9.0左右的對手穿透力已經十分足夠 至此這台車的長版已經介紹完了 接下來就來跟各位分享這台車的短版 先來說說影響比較沒有那麼大的防禦能力部分 畢竟M60是1920年代就推出的坦克 到了1978年開始量產M60A30裝甲防護早已過時 即便是貼上包含的防禦裝甲 可以增強對化學能彈和舊型凡凱克導彈的防禦能力 但在面對鋼針和串連裝藥的凡凱克導彈則是毫無招架之力 某些穿升更高沒有使用串連裝藥的新型凡凱克導彈 甚至可以暴力硬解鱗的ERA 在1960年代出產的M60就有把彈藥放在後腦勺的設計很不錯 但是裝天手腳邊可容納10發炮彈的第一優先彈藥價一直是美國從6.3以來最大的落點 飢餓程度堪比蘇聯的轉盤火箭推進器 不過自ABFS-DS和HeatFS出現以來 頭一件衣服穿再多其實也跟裸奔沒有兩樣 最後是對你的遊戲體驗影響最劇烈的機動能力 最大速度其實不是一個很值得參考的數據 你更應該參考的是藏在發動機輸出和車體重量之間所算出的推力比 推力比會影響到你的加速度 而加速度又會影響到你的平均速度 放眼望去到了9.0的坦克基本上都有16以上的推力比 就只有M60A3TTS的推力比不及失誤 有沒有辦法趕在對手之前抵達你想要的位置 有沒有辦法趕在對手裝填完成之前快速通過入口 我想速度對於整場遊戲的重要性也不需要我再多說 M60A3TTS除了行進的速度外 鹽巴配件的速度也很慢 因為遊戲機制的關係 M60A3TTS作為科技樹上最後一台載具 鹽巴配件所需要的鹽巴點都是同等級載具的兩倍 搞到我的M60A3TTS的擊殺速都快追上M1了才該買這台車 防手型打法緩慢推進是我對這台車的遊玩策略 接下來就讓我們開始吧 裏防部 işte 醉白 好 我认识,我认识,我认识 我认识,我认识 搞 it 我认识,我认识 如果没有转他的炮台,我可能不会发现他了 带打 football 你的是心阻止 骗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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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被捕捉了 我被捕捉了 我幫他拍一張腳也真的救了我一命 That's pretty good That's pretty good 打死炮手發動機串洞 沒了 打死 隐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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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 停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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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